在农村怎样饲养孔雀鱼的 前天给朋友送鱼神 算是见识到了 因为村里嘛 大都是闲热的鱼比较麻烦 不好养 选择养冷水鱼的人比较多 听到有人养孔雀鱼挺意外 非常想看看它是怎么饲养的 这段送鱼神的功夫 一起来看看 到了他家门口 看到一个泥盆 里面放了一大块苔藓 还有些水葫芦 他跟我说 这块苔藓是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也采回来的 看的挺好看 就给拿回来放盆里了 又找了几颗水葫芦和铜钱草丢里面 弄了几条孔雀鱼在泥盆里 放在家门口 看着很简单 但是那一大块苔藓 真的是太漂亮了 你们看苔藓上附生的植物 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仿佛到了小人果一样 泥盆里的水呢 还非常的清澈 你们看 盆里的小鱼来回的游动 我想游儿也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吧 我们问他养孔雀鱼多久了 他说之前也养过 但是没养活 但他呢又特别的喜欢这个孔雀鱼 这回呢 索性就把鱼丢到这个泥盆里 反而鱼都活得很活泼 没有死 他问我 这孔雀鱼冬天也能这样往外面养吗 我告诉他最好是收回到屋里面自养 毕竟冬天嘛 还是太冷了 虽然户外养得皮实 但毕竟原生活环境是在热带 临走的时候 他不要拿水葫芦送我 算是表达我送他雨晒的谢意吧 好了 伙伴们 夏天的时候 你会这样胡法饲养孔雀鱼吗